早安 早安 好久沒有跟大家talk一下了 我最近 著迷了 因為沒有辦法去衝浪 因為水 海洋 應該說大海無常 所以即便有一些 基本的知識去預判 推判 但衝浪這件事情可能就比較 不適合 帶我的老婆跟小孩去 所以 我開始 往山裡面走 爬山 但也不是那種專業的 就是說 很重壯 目前還是初階 然後感謝 我們的隊長 他 帶我們一家 上了第一座白月 很舒服 那接下來咧 想要錄影 想要帶 一家人去錄影 然後 也想一個人去 夜營 那我昨天晚上 去Seven的時候看到 那個 啤酒 你買一手啤酒 加99塊 就可以換一個這個 今天咧 很好看喔 黃色黑色的喔 很好看 這也是他這個圖紋布料很漂亮 好做喔 我換兩張回來 所以像是我們 我們飯烤肉的時候 大家就有椅子坐 多了兩張椅子 那也剛好是我老婆 對錄影也蠻有興趣的嘛 不是野營啦 野營就是比較更 更real一點 對 錄影的話基本 一些歸或好的營區啊 不管是環境上 還是衛浴水電 基本上他都有提供 所以就不會 讓女生變得這麼麻煩 那 野營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一種 我啦 自己一種 生活態度的 詮釋跟 自己想要像我們的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Lifestyle 對 所以之後 最近在做功課 如果有順利成型的話 我也會用影像去記錄 這所有的一切 對 喜歡 喜歡這種 調性的朋友們啊 可以幫忙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沒有 我的頻道很雜亂 很多人都有給我很多 好的建議 希望我 單一風格 或是單一主題 但 我並不是一個很 專業的影像工作者 也不是靠 靠YouTube 的頻道 吃飯 生活 但 我就是想做 我想做的事情 然後跟大家分享 然後勒 那個 臉書啊 我們有一個小社團 小小的社團 Out of Life 叮 在這 好不好 有空可以去參加這個社團 不管你認不認識我 或者是 邀請你身邊 有共同喜好的朋友 加入這個社團 我們都可以在上面 跟在上面 就是交流一下想法啊 聊聊天什麼的 很妙喔 真的很妙 我昨天晚上 因為我昨天下午睡午覺 所以我昨天晚上比較晚睡 然後勒 我在逛賣場的時候 就跟賣家聊天 那這個賣家呢 應該是 對 沒錯 他是新手賣家 意思就是說他 剛創這個賣場 沒多久 所以他也很熱情 然後也很 也很好聊 就這樣我們就認識一個朋友 我就這樣要認識一個朋友 重點是這個賣家 這個老闆啊 他不是台灣人 他是大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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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大陸的蘋果公司上班 然後現在在 跳槽到科技產業做 反正也是科技公司上班就對了 然後他的興趣跟喜好就是爬山露營 所以他自己經營了一個賣場 也因為這樣子就認識了他 然後我們聊超久 我們還沒有跟他買東西喔 也還買 也不確定會跟他買喔 可是就 因為這個話題 這個興趣就 在網路上又認識一個 一個好朋友這樣 我覺得 蠻開心的 所以 家裡面如果有用不到的東西 多餘的 你們 我們都可以share一下 賤賣啦 哈哈哈哈 放在網路上啊 放在社團上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剛好我有需要的話 我就會跟你收購 好嗎 請支持Outdoor Life 請支持我的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Yeah Peace喔 我等一下出去山上繞一繞 我老婆還在睡覺 我叫我不行啦 掰